哈喽,大家好,我是教授Philip 老师要拍一整天的VLOG影片 那么今天是华人 这个30号往上 也就是所谓的初夕夜 那么我今天早上 刚起床 所以现在是大概7点43分 这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喝protein啊 你都必须要取食物 和身份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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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喝protein啊 好,那么现在无可否认 我们现在还是要先戴着口罩 等到我完全出去在外面做运动的时候呢 才能够把口罩给脱下来 不然等一下中三万一千块就糟糕了 还有很大的问题啊 我们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有让我们的头脑呢 比较灵活啦 所以这里时差有很多鸟叫声啊 OK,那么这个跑道呢 就是我每次在跑的地方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浮井吧 竟然在读书诶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我们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还有让我们的头脑呢 比较灵活啦 所以老师不能够每天在课堂上 教大家要做运动 但是自己就没有做啦 你坐在这边做什么啊 你要保护这个家是吗 你看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新年快乐他很开心了 现在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话 OK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拜拜 OK,拜拜 拜拜 那么我们时常在这个作业上呢 我们都会看到 哇 Besania Luma Bankro OK 那么这个就是个别墅啦 你们看这一棵 那么这边的别墅要怎么买呢 就是要买一片土地先 你看这个土地啊 可能这片土地都要价值整几十万 哦 然后你再建 要再建好一间屋子 像这样子 像大间这样子的Bangro 可想而知里面的主人是多么有钱啊 那么老师也看到他有很多两个跑车啦 OK 那么 如果你问我 Teacher Philip 哪一天可以住上这种Bangro呢 我只能够跟你讲说 可以 买玩具 玩具的Luma Bankro呢 我一定买得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一定要吃早餐 以便这一整天呢 都有足够的这个Energy 就是Tenaga啦 OK 水果也是要吃多了齁 它含有这个纤维嘛 OK 纤维就是所谓的这个Viber 所以有这个Viber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排便 哦 不会便秘 什么叫便秘呢 就是 你去上厕所要上大号的时候 嗯 嗯 啊 那个大便大不出 就叫做便秘啦 OK 我就是工作团啊 哇哦 帅哦 其实每一天呢 都有很多学生啊 哦 呃 发给我这个 啊 作文啊 叫我帮他 改一下 那么这个是老师的工作 那么 老师从去年到现在呢 哦 买 我已经改了5304篇作文了 哦 买 老师买了这部电脑 就是因为他有送一支笔 OK 就是因为有笔呢 我才能够这样子改 OK 所以要这样子 改 那么这个就是我现在要开始做的工作啦 那么在这边老师也希望同学们 呃 当你们做完功课之后呢 真的是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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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30分钟啦 啊 你将会得到啊 啊 足够的知识 帽子 OK 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因为你也知道啦 明星都是要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太多人了吧 太多车了吧 把电脑送去 不是拿去维修 是拿去 upgrade 那么我要讲一下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要送去 花这笔钱去把它送去 upgrade 呢 因为我在准备教材的过程中 同时我要开 Excel啊 还有这个PowerPoint啊 还有这个Microsoft Earth 甚至是我还有开很多那种 social media 那种windows 一些别的program 这样子哦 跑了 跑了大概半年之后呢 我觉得我要求太高了 按两下呢 就要等很久 有些时候按两下 它就等下hand着 jame住 那么老师完全接受不到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要它变快 所以我就把它送去这个 upgrade到 从8GB 变到32GB hard disk呢 它给我普通的hard disk呢 我也把它改去最好的hard disk 就是SSD 1TB 就是1000GB 这个storage 所以已经把它upgrade到最高 最等级了 登登登登 这个也花了大概2500块了 所以加买我之前买的这一架电脑 基本上它已经是8000以上了 8000以上 8000以上 8000 虽然说很saint tone 但是是值得的啦 总之是上完IT的东西呢 我一定是要最快最好 哈喽大家好 在新的一年里 我要祝大家 一房风炫 二龙腾飞 三阳开泰 四季平安 五福临门 六六大顺 七星高照 八方来财 九九同心 十全十美 百事亨通 千世吉祥 万事如意 所以我要开动啦 我先吃啦 今年是29岁 那么第一年离开自己的家人 第一年没有跟父母亲一起庆祝这一个农历新年 就是中国新年 所以今年是我第一年 这样子第一次跟我自己的太太啦 幸好有我太太 不然的话我一个人真的是孤独死 老师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眼前人 珍惜自己的父母亲 不要等到你以后长大了 去到外国做工啊 或者是去到外地读书啊 那个时候你会很想你的家人的 OK OK 那么今天 这个Vlog 这个短片呢 是 Teacher Philip第一次 OK 尝试这样一整天 然后做成一个影片 分享给大家 同学们或者是我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 你喜欢看 Teacher Philip 拍类似这样子 Vlog的这个短片的话 麻烦你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好不好 让我知道 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看呢 OK 如果你不喜欢看的话 那我就只能够拍 教育短片啊 So 影片的最后 老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按赞 并且分享这部影片 好不好 So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 OK Goodbye